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太原广播电视台的新闻节目 1月12日下午 党中央委员会委员 太原省委书记 省国会代表团团长阮清凯 就讨论并为关于经济社会发展 和党建工作的15个内容 提意见主持了 省委常委会2020-2025年任期 第20届63次会议 就在此会议上 代表们就对大次县的肯尼 即复工业群和群周工业群的成立主张 进行讨论并提出意见 这些就是解决土地屏障需求 来吸引国内外投资商 确保完成这一任期 以及接下来任期的增长目标的重要项目 同时预计在该县展开的一些项目 将为加快大次县安省委常委会的05号议决 于2030年奋斗成为市政的目标最初贡献 对于在浦安市的德山一号都市区 面积为19.45公顷的南泰都市区 在路面47米宽旁边的住宅区的宏庆都市区 代表们要求省人委会党干事处报告并弄清这些项目对规划计划是否符合 同时提出保证确保各项目的实施进度 在此会上发表结论时 省委书记要求对于由省人委会党干事处城上的关于 在大县县两个工业群和在浦安市三个都市区项目的投资主张的5号内容 省委常委会都一致交付省人委会党干事处指导省人委会 谨慎考虑详细检查 并按秩序手续指导展开实施 确保公开 透明 充足 严格的遵守法律的规定 1月12日上午当中央委员会候补委员会 太原省委副书记 省人委会省长邓岳雄 就展开2024年的经济社会发展计划 实施本省2024年的国家预算 改善2024年经营环境 提高竞争能力等任务 作施的实施计划 同时在城上省人民议会之前 向省委常委会 省党部 主委会 仅试对一些内容 提意见主持了第24次在线全体会议 回顾2023年在国内和世界都处于困难 结挑战的背景下 但以各级党委 各级政权的高度决心 省的整个政治系统 各企业及人民的巨大努力 太原省的经济需持着稳定的增长 并处于恢复和发展的趋势 结果为国家预算收入超过所提出的计划 标志着太原省预算收支首次 资肯 商贸及服务领域复苏和猛增 为本省的经济增长创造了动力 农业领域较为增长 套额完成所提出的计划和目标 投资环境需受改善 竞争力者数得以提高 太原省调动并集中了各种资源展开建设了 与各区交通连接的许多重点重要的工程和项目 消除耕阻之处 为促进本省的经济社会发展 创造发展动力 文化社会需有所改善 各社会安生 政策充分 其实的展开 政治安宁 社会安全秩序得以确保 之所以获得上述的结果 是因为有了各级党委 各级政权 各有关单位部门 以及各地方在指导 协调 展开经济社会发展任务的巨大努力 就在此会上 各有关单位部门的领导人 已对各地方所提出的意见进行讨论 并提出了具体的 符合于各行各地各单位的实际情况的意见 其中评估那些好的和不及的方面 对导致的原因进行分析 并吸取经验提出解决的措施 其中展开实施2024年的任务 在此会上发表指导时 省委书记对各级党委 各级政权的具体努力 企业 共同体和商人在一年的重处困难 治下的同心共识和团结表示认可 并加以有揚 省委书记强调 面对2024年的诸多困难及挑战 太原省要继续付出更多的努力 分斗实施经济社会发展的目标和任务 准备迎接元丹节 即进驻越南共产党94周年成立的纪念日 通过与省各地举行的在线会议 省领导人要求 各地的党委和政权要加强进党迎春的活动 1月12日下午 党中央委员会委员 太原省委书记 省国会代表团团长阮清凯 主持了展开实施2024年 为贫困人迎春的高峰州的计划的会议 多些年来通过举办 为贫困人迎春的高峰州的活动 太原省一直为贫困人特困人做好照顾 慰问及互助工作 让他们过着充足温暖的春节 常年举办的具有深刻的人文意义的此活动 已成为太原省特为甚广的美好活动 通过枯筑活动 已有效和切实地为贫困人做出了物质及精神生活的帮助 是让贫困人贫困后积极向上 克服困难稳定脱贫致富的动力 为恐怖人民对党和国家以及地方各级党委和政权的信心作出贡献 这不仅是责任和精益 而且还是全省的争权和人民共同携手 为加进特困 孤独的贫困库分享及解决困难 结果为自2018至2023年的高峰之州的活动 太原省已调动了全省各单位组织和个人的自愿互助资金 总额为1720亿月顿 就在发动运势上 圣祖国城县已接受了全省各机关单位和企业登记互助总额为202多亿月顿 同日定化线人委会举行了公布路过周四 中山三叉路口路端的胡志明路项目的投资 主张并展开该项目的土地平整工作 该项目的总长度为29公里 就路过定化线的州市 富州 同胜 定便和宝林 五个乡镇的总长度为22公里 该项目的总投资金额为16650多亿月顿 路过定化线的路段将影响到600多户 其中的要搬迁的为47个户 再定居户为72多户 预计收回的土地总面积为29多公顷 就在次议会上 受影响的民户已提出了一些意见 并要求各专门机关弄清关于土地平整的补偿 在施工过程中确保安全方案等一些问题 定化线人委会与弄清人民所提出的意见 同时要求在统计检查过程中 若遇到困难要及时提出解决方案 此外 定化线人委会要求 富州乡以及受盖项目的影响的其他之乡 要成立运动宣传委员会 制定与其他单位配合向人民宣传实施好 土地平整工作的责任 以及实施将受盖项目的影响的 共工财产搬监制其他安全的地方的计划 大慈县目前的种茶面积为近6600公顷 及中性茶种面积为5300公顷 近些年来 除注重指导及互助各合作社 国安有机和越南标准生产茶叶 将茶产品推上电子商贸网销售 大慈县海家强建设茶品的生产 加工 销售的连结链 为各合作社和企业的茶叶生产 加工对溯源产地以及检查茶品质量等 互助了总值为44对月段的肥料设备 到目前为止 感谢你有了达一线一品O-COP的22个产品 其中的7个产品达4星级的一线一品O-COP标准 我们今天的节目播放到这 感谢各位收看 再见